好吧 接着我们往下听啊 孩子没有要对你 他也知道我结婚前是什么样 我是父母也是宠爱的小公主 可是 嫁给他以后 我为他改变了特别多 我什么东西 我都是试着去学去做 其实都是为了他 但他就特别的不理解我 就有一次我单位就是聚会嘛 我没按时给他做饭 我回到家他就骂我 不是骂他 我是担心他 七点多他说跟同事单位聚餐 就想等他一块回家一块一起吃饭 八点多 九点多 十点多 你还不回家 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 你一个电话也不接 多么担心你啊 你就不会提前给我打个电话吗 饭馆那么乱 我也不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啊 再说他根本就不是担心我 他就是当我那口饭 他就是把我当成他的保姆 最后气得我连饭我也没吃 做了吗 没做 没做您吃什么呀 等他回来想一块吃点别的呗 就早的话 那就外卖了是吧 对对 哦 原来如此 他买完我以后我就特别委屈 然后我就跑到厨房 我当时我还给他发了个短信 我问他你饿吗 我本身还是想给他做饭的 但他都没给我回短信 他穿了衣服就走了 拴门就走了 你都吃完饭吃饱喝足 你还不允许我外边吃口饭去吗 我饿肚子了 那你也没告诉你吃饭去 你走了两个多小时你都没回来 那我也担心你啊 十点多那饭店都关门了 我走了好几里路吃这顿饭 就因为这件事情 我现在都不敢跟朋友他们去聚餐 哎呦这个委屈是吧 行今天为什么来就这点碎事是吗 嗯不是我就觉得他工作特别的忙 我不知道到底是我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谁重要啊 当然他重要的 但是为了生活你也不是没有办法吗 对对 女生现在自己的工作忙吗 他那就是说刚刚把工作给辞了 然后我就给辞工作了 啊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因为他平常他总是说我干什么事都干不好 说我没用 他说你就把工作辞了吧 我当时我就给辞了那份工作 对那你干嘛呀 我现在就是在家给他做家务 晚上给他做饭 这心里面更难受了是吧 对他就更把我当成他的保姆了 可以啊 不是我主要是他就这个人吧 就是平时太单纯善良了 在单位总是受欺负 我说了很多方法吧 他一点也不接受 最后吧每次受委屈找我了 那我跟你说那句话都没有用啊 你根本就逛心里去 让我说也没有必要了 你去那受这份委屈干嘛 我又不是不能养你 后来就是发生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情 说来听听 就是 就是我过生日的时候 他去给别人当新郎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那天嘛 有一个那个婚礼秀 然后我就去那儿帮人忙去 那天的那个新郎 临时有事就走了 让我临时充当一下 不是工作而已 其他的事都没有 演的是模特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就是模特 当了一回模特 不是那么简单的 他当时告诉我是晚上十一年多回来吃饭 还给我带礼物 然后我就做了一桌子的菜 他当时就给我买了就是一个个贴角 拼成了一个破蛋糕 他那天去给人当新郎 是对别的女生牵手拥抱 还给人戴戒指 这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是整天从他的手机视频里面看到的 拥抱了吗 拥抱了 牵手了吗 牵手了 戴戒指了吗 戴了 为什么老婆过生日就给买一个切脚蛋糕 因为那天晚上收工收得晚十点多了 已经快十点了 我给他找了好几个蛋糕店 他都快关门了 都关门了已经 我好不容易在一家蛋糕店给他买了一个 人家就剩这一个了 我心想我不能空的少回家吧 委屈吧 那生日肯定没过好呗 我就是从来都没想过 他给我戴完戒指 他还会去给别的女人戴戒指 这个受不了 对 我到现在我还是个阴影 我看一次视频我就哭一次 看一次视频我哭一次 看一次视频我哭了